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这种严格管控措施是阶段性的工作需要 我们会根据疫情变化和风险研判进行动态调整 12面清零是动态清零的一个过程 先要实现12面的清零才能实现全面清零 既然本轮疫情情况比较复杂且规模较大 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 疫情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社区传播 况且有较多的隐匿性传播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将散落在社区层面的隐匿病例找出来 管控起来 同时接候流行病就调查 尽快排下到密接和西密接 送到集中隔离点 彻底阻断社区传播 这次疫情是我国自武汉以来 在一个超大城市所发生的 病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的一次本土疫情 病人数已经达到1800例以上 那么这次疫情也呈现了 点多面广 社区传播和巨型疫情 多种形式并发 上升势头凶猛的这么些特点 在西安市内的13个行政区和工政区 都发生了疫情 而且导致了省外省内的多个城市 疫情的发生 连续7天 病人数在150例以上 这种速度和规模是少见的 虽然现在的工作已经出现成效 但是这段时间的工作仍然十分关键 我们要让来自不一的形势巩固稳定下来 直至最终彻底控制疫情 所以大家还要耐心一点 西安市也会根据各个地区的疫情特点 对于那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生疫情 各种风险已经有效控制的地区 逐步解封 恢复社会 生产秩序 直至西安市全域 解封